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这个应聘节目嘛 必须要穿的朴素端庄一些 我以为你刚去过海边呢 这个品位不行 蒋雪函是个挺有意思的女生 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且敢于挑战销售 同时呢 还是一名曾经优秀的网红经纪 不能说是优秀 因为只做了一个月零七天 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呢 就是从各个的那个直播网站 找那些比较有意思的人 比如说女性呢就要长得好看的 然后唱歌那个有才艺好听的那种的 也就是说你有经纪人的眼光 对 上一发现 找了比较成功的一位那个女性呢 她的那个业绩已经达到近二百万人民币了 最重要的那几点 最后把她牵下来最重要的杀手锏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依靠我们公司 这么强大的一个工会的一个资源 依靠公司背景 对 第二 其次是她自身条件好 赞美把她捧得心花怒放 第三点呢 我就告诉她最重要的 我说一位成功的那个网络达人 最重要的并不是说 非得要非常漂亮 有角色的这个容颜 但是一定要有高情商 以你的经纪人的眼光 你看我们这十二位嘉宾 有谁能够成为网络达人的潜质 我觉得在场的女老板都非常漂亮 颜值都是够格的 然后呢 在这样好看的那个颜值的这个带领下 可能稍微展现一下 稍微唱唱歌啊 不是多好听 也可能给游客们一些新鲜感 说你想签谁吧 签爱玲 爱玲老师 爱玲除外 她不是人 她是签 我还说你能帮我挖掘一下 我的这个特质呢 能帮我往那个谐心方面发展吗 谐心方面 你要你说个段子我先听一下 从前有一只小火柴 他在路上走着 他走着走着走着觉得头很痒 他开始挠自己 然后就把自己点燃了 我爱玲老师让我看出来 他比较豁得出去 你何必呢 你这豁出去 对啊 我能 还不如不豁出去呢 还有谁 还有谁你觉得可以 我刚才观察了下 我很喜欢朱涛老师的整体形象 谢谢 谢谢你 男的就没有一个吗 男的有啊 我觉得刘文君老师 这个刘文君老师打扮整体非常fashion 其实他都快热死了已经 我们这样 既然你是一个曾经的经纪人 你今天面试的也是销售 其实经纪人找一个主播 或者是捧一个艺人 其实也是销售的一个过程 对 你看你能不能挑其中的一位姐家 说服他别做老板了 去做一名主播 看看你的功力如何 除了老师这么一开口地 把我自己吓倒了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太难为我了 当时就是一片懵的嘛 那我就刚才说的朱涛老师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选择朱涛老师 好 那个您带了一个发带 就是头巾 对 然后您的那个天庭非常饱满 看着给我的一个整体形象 是非常有精气神 谢谢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播 刚才也提过了 颜值是其次 首先我觉得给人 这话听着这么这么别扭 颜值是其次 天哪 不是不是 你失望了 不是 我是觉得朱涛老师是有颜值的 除了颜值之外 咱还有更多的东西 你觉得我有什么可以表现的 可以让我在这个平台中 脱颖而出的特点呢 我刚才说了 我说那个 为什么有许多游客 能够从一而终的只去关注一个主播 或者是为他一掷千金 是因为我觉得能给他带来欢乐 我一看到您 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其次呢 我刚才通过与您对话 我觉得您声音非常好听 然后我觉得作为主播 然后您的声音特性 也是非常吸引这些人们的 但是我是一个很闷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在镜头前面去讲什么表现什么怎么办呢 我觉得您虽然说可能话语不是很多 但是您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开朗的性格 我的前景在哪里 我觉得您是一个可以多方面发展的 比如说您不是一个 我接触上一段工作的时间过短 确实是不知道如何阐述 这个女孩的技巧 对 有一定问题 我觉得挺差的 刚才朱涛总是一个劲地给你胃化 你知道吗 胃都快累死了 最后你也没有讲出来什么靠谱的东西 对吧 就是首先你要招她的时候 你先要先说她和别人的区别 对吧 她和别人的区别不只是这个头巾 对吧 而是所有的女主播里边没有有老板背景 所以你一来 你吸引的都是高层的观众 有钱的人 丽总讲完我决定要转行了 对 对 你成为网红以后 对你做企业也有巨大的帮助 就像马云 就像锤子手机罗永浩 对不对 你以后想做企业 你还是回得去 因为你的水平在 而别的主播转不了 你还能转回去 对 这几个点其实会更有吸引力 对 你执着地要做销售是吧 也不 别的工作考虑吗 我刚才还说了 那个业务经理助理 业务经理助理 你要求薪辞多少 在济南青岛是要求5000加 然后在北京天津一线城市是6000加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还算值这个价吧 虽然说有些能力没表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人就贵在学习嘛 我这人学习能力还算是比较强的 来 第一轮选择 取货率 还有十一盏灯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你这简历上 三个工作 每工作一个月 这个透着一种不稳定 然后茫然 那个确实 而且你在济南都找到一个5000块钱的工作了 你刚才表演的特兴奋 这个经纪人 最终你来一个缺乏兴趣 我看你挺有兴趣的呀 这就是刚才要说的那一点 因为我想做的这个经纪人是线下的 工作了一个多月 发现是与我的兴趣是相悖的 这个网络经纪人 是我与你更不相识 或许我在平台 你对于现在要求职选择的岗位 你是笃定的吗 不是笃定的呀 所以也还在茫然的过程中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在这个洪瑞之业 做地产销售的时候 说过于懈怠 结果被同事打小报告 经理批你 这是什么事 因为每天工作是十个小时也比较长 枯燥打电话 我觉得比较枯燥 可能就吃点东西 或者是看点那个 我们这个地产的宣传册 然后反正就是旁边男同事 然后就给他打报告 因为就是说我这个 新来的这个可能是兼职 就觉得我态度不对 你觉得做销售 最重要的两个能力是吗 第一个是建坛吧 第二种就是学习 你任何推销任何那个销售 我都需要学习这个产品知识的 没有过硬的产品知识 我是无法长篇大论地 向别人进行推销的 他其实可能不懂理论 但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销售 你能推销一下自己吗 比如说这是次相亲会 各位帅气的男嘉宾 你们好 我叫蒋雪涵 按说都应该是你们 来向我们这些女嘉宾介绍 现在反过来了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活泼外向型的女生 所以我愿意就是倒过来 以博得你们的喜爱 你要是跟我谈了对象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不会像别的那些 小女生比较依赖你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也有许多 我自己需要忙的事情 然后呢 你要是愿意和那些女同事 搞些小暧昧呢 我真的是没时间管你的 其次呢我也不大在意 我觉得我这么优秀 你凭什么不爱我 我对自己很有自信的 所以说咱俩不会因为这些 情感上的什么 第三位女性的存在呢 影响咱俩的感情 我觉得咱俩的这个 还是比较长久的 你是在找什么的 这不是介绍推销我自己吗 背叛你也不管 暧昧你也不管 不是不是 怎么能是背叛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你是允许的 允许的 那我就喜欢黏人的怎么办 那我可以照你的那个意见 我可以改的呀 你不喜欢黏人的猫 那我天天扑叫 你怀里就完了 所以 所以其实你是不自信的是吧 你上来就不存在 然后人家说黏人 你就往怀里扑 你在哪儿的推销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挺有喜感 也挺粗粗拉拉的 挺有包容性的 但它核心目的并不明确 这也是刚才 你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总是不落地 对 没有目的性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做销售的话 你可能会跟别人聊得很欢 那最后产品没卖出去 包括她这个先元也一样的 说结果不重要 重在挑战自己 其实做销售 有一点特别重要的 就是目标感 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期望你的抓住 她准备了一场 模拟的销售 本来我是卖客嘛 但是我觉得 这一点比较没有挑战性 我觉得卖面膜 还必须要卖给男士 这样才能展示我的能力 我就卖咱们那个伊贝斯 我想卖给一位男嘉宾 那你卖给我吧 我平常都不用的 黄总 您好 您好 我觉得首先您笑容满面 我觉得您是一位 非常幸福的人 先冒昧地问一下 您有没有女朋友 我已经有孩子了 有孩子了 是吧 那我觉得通过您 这个整体的幸福感 我觉得您的老婆 一定非常爱您 是的 然后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 也应该注重您的外表 您肯定没有时间 去做SPA 或者是没有时间 去做美容吧 所以我觉得面膜 是最能够节省您的时间 并且能够提升您 这个整体皮肤状态的 一款产品 然后这个伊贝斯 这个款面膜 有一个好处 就是您敷完之后 接下去免洗的 节省了您三分钟 洗脸的时间 好的 那我试一下吧 谢谢您 谢谢您 好的 确实不错 减法面膜 确实是减时间的 它利用到了产品的特性 而且利用到 结合到了你的那种 工作状态 节省时间 其实做销售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目标感要非常强 第二个是 一定要非常非常了解 自己的产品 这是其实你刚才 已经讲到了 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深度去挖掘客户的需求 其实第一个 你开始挖掘我的需求 第二个 其实你抓住了 但是没有深挖 你应该说 我很忙 但是我可以送给我的夫人 但是你 但是好在是你深挖了我的需求 其实这两个你都做到了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应该给你打90分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他虽然说不上 自己有什么销售技巧 是因为他没有受到过 系统的训练 但是当他推销面膜的时候 他基本上把所有的技巧 全部都用到了 所以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 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好 但是导师看中的 可能就是他 这个语言交流的这种感觉吧 还是看好他未来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行 第二轮选择去后 十一盏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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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场面试 我是整个人是处在一种梦游的状态 上场之前过于紧张 上场之后过于轻松 也没有想到从头到尾 能有十一盏灯为我保留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和薪酬 刘文君 你提供的职位是 新疆顾问也是销售 地点在北京和青岛都可以 薪酬是在青岛 五千五家 然后北京六千家 有家民宿的职位是销售专员 我们在青岛是有职位 我们提供的薪酬是在青岛六千家 化妆品多党 薪酬是六千家 地点 然后是广州 但是这个岗位是流动性的 精灵树这边提供的岗位是销售 地点是在深圳 然后底薪是四千 主要是走堤层 我们提供的职位 这边是商务拓展 地点是在北京 我们管住 薪酬是四千家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市场专员 在青岛和北京 两个地方选择 青岛五千 北京六千 好 谢谢 我们提供职位是课程销售 地点在上海或者青岛都可以 薪酬是六千 乐淳给你提供的职位是销售和销售 销售 也就是销售的策划 地点在北京 薪酬 六千家 钱包收获给你提供销售专员 地点在青岛或者济南 薪酬 我们是底薪是四千 但是尚不封底 小玩家给你提供的是授权助理 工作地点在深圳 六千 斯凯乐给你提供的是VIP和大客户的销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六千五 灭掉九盏灯 留下两盏灯 去吧 好 老师握一下手 谢谢你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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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陈总 谢谢陈总 好 谢谢艾总 好 谢谢徐总 谢谢你 有请曾华 申志强 谈钱不商感情 六千 六千五啊 刚才都知道的 申志强你确定要比他第五百吗 有点劣势哦 因为这是一个销售专业的职位 其实六千是底薪 因为我们销售的一般 百分之五十底薪 百分之五十提成吧 人家也是销售 来 我们来看看曾华的题库 来 你可以选择一到两次 问那个第一点和第二点吧 学习和进修的机会呢 更多的是在公司内部组织的活动和培训 然后公司专属福利的话 我们就是户外的活动特别多 像春天我们有运动会 夏天集体露营 秋天我们会集体穿越 冬天会组织大家一起滑雪 第二个问题 你就说年度最高奖金拿到最高的那个人 曾经拿过多少 四十多万吧 四十五万左右 四十五万 他是什么职位 他是总监 来 申志强的题库 你还一样可以挑选 两题 那还是一和二吧 比较多 还是一和二 来 申志强请回答 我们那个在港奖金福利啊 因为我们是十四星 然后呢 我们带薪休假就是国家所有标准的这种 就是年假呀 加上所有的这种假期 团建的评次我们是分几类 一类是呢 公司每季度是有这种团建 然后部门是每个月是有团建的 第二题 有家是一家刚成立半年的公司吧 然后我们最高的员工的奖金是三十万 两家公司的业务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十位企业家 你们到底是支持他去申志强那儿呢 还是支持他去斯凯乐 支持申志强的请举手 支持去斯凯乐的呢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他非常适合做一个很好的销售 而且将来很有可能他其实在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 能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境地 所以在他的这两个选项里面 其实我觉得曾华总的斯凯乐是特别适合他的 有家民宿斯凯乐或者是谢谢再见 考虑十秒 斯凯乐有家民宿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斯凯乐 企业家也非常欣赏我 我进了他的企业一定好好工作 我需要做的功课很多 我会加倍努力 真的好吗 可以 好吗 你的选项